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辉达与英特尔9月下旬双双在官网宣布 双方将合作开发多代数据中心客制化产品和PC产品 据海外媒体报道 同时辉达也将斥资50亿美元 以每股23.28美元的价格买入英特尔的普通股 在这一消息的刺激下 英特尔的股价在当天也大涨22% 市值大幅增加 从海外媒体随后的报道来看 英特尔洽谈合作及投资的公司 不止已经达成协议的汇达一家 还有多家公司 此前一天已有海外媒体提到 包括了苹果 在洽谈潜在的投资及合作 而在最新的报道中 海外媒体提到 英特尔接触的厂商 还包括了晶圆代工商台积电 海外媒体《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显示 英特尔是在美国入股之前 寻求外部的投资时 就同台积电等厂商接触的 他们探讨的是 潜在的制造投资或合作 同此前一天 海外媒体报道英特尔同苹果接触 但尚未达成协议一样 海外媒体在报道中 也未提及 他们和台积电是否达成了协议 英特尔当前的处境并不乐观 新任执行长陈立武 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同台积电 苹果等公司接触 洽谈潜在的投资及合作 如果成功 就将为他们的发展 提供更多的机会 如果能获得投资 也能为他们的发展提供资金支持 缓解财务方面的压力 但至于英特尔 是否在同苹果 台积电等公司 就潜在的投资 及合作事宜进行接触 是否会同 辉达那样达成协议 都要在正式宣布 之后才会揭晓 针对华尔街日报 有关英特尔与台积电 就投资合伙 进行磋商的报道 台积电9月底 重申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魏哲嘉此前表态 即台积电未与其他公司 进行任何有关设立合资企业 技术授权或技术移转的讨论 同时表示 目前没有进一步的回应 实际上 有关英特尔与台积电 可能进行股权合作的传闻 早在2024年就有出现 此后在今年初进一步发酵 魏哲嘉和台积电董事刘敬青 就此话题 曾先后表示 对收购英特尔晶圆厂不感兴趣 董事会从未讨论过 接手英特尔代工部门 虽然至此 但据主要设备供应链透露 台积电正面临大国压力 与电力供应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 导致其难以提前明确 未来的技术路线图 台积电2奈米制程 已开始逐步放量 新竹宝山Fib 20厂 与高雄Fib 22厂 成为主要生产据点 同时 在美籍客户与美国政府的要求下 亚利桑纳州P2厂的生产计划加速推进 甚至将原定于P3厂导入的2奈米制程 提前制P2厂 预计最快2027年底实现量产 台积电此前已公开承诺 未来2奈米及以下制程的总产能中 美国厂将占三成 基于这一目标 台积电正在全面调整各厂区的制程规划 与产能布局 然而由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 其技术路线图的制定变得更具挑战性 据供应链消息 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纳州的布局规模庞大 计划建设六座晶圆厂 两座先进封装厂 以及一座研发中心 总投资金额高达1650亿美元 目前 P1厂已从5奈米推进至4奈米制程 并在2024年底实现量产 而P2厂在P1厂的基础上加速建设 不仅规划3奈米制程 还提前导入2奈米制程 预计2026年底前完成设备进场 2027年底开始放量生产 此外 P3至P6厂的建设时程 也将逐步推进 主要聚焦2奈米及A16制程 与此同时 台积电的先进封装布局也在加速 美国两座先进封装厂 AP1与AP2已开始整地 预计2026年动工 2028年 AP1可率先量产 主要技术为SOIC即靠 而AP2则以COPO S为主 相比之下 加一厂仍是台积电 目前规模最大且最先进的封装据点 规划8座工厂 涵盖多种封装技术 预计2029年上半年量产 值得关注的是 台积电的产能规划 正逐步向海外倾斜 除美国外 日本一、二厂 以及德国工厂 也在加速推进 在此背景下 台湾厂区的产能布局也在调整 竹科、中科、南科与高雄 将成为7奈米以下 先进制程的主要据点 此外 近期台湾宣布 正在筹备台南沙伦生态科学园区 据传将聚焦更先进的1奈米制程 然而 供应链指出 电力供应不足 已成为台积电 在台湾建厂的关键制约因素 相比之下 美国厂因土地资源充足 电力供应稳定 2奈米及以下制程的产能占比 可能进一步提升 在台积电与供应链的共同努力下 美国亚利桑那州 打造小竹科的目标 或将逐步实现 不过 这只是其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台积电近日公布了下一代制程的细节 显示 A14制程1.4奈米 工艺开发 正取得突破性进展 提前达成良率目标 相较2奈米 实现重大技术升级 这意味着 台积电A14工艺 将在效能与能效比上 超越N2制程 当业界探讨2奈米 以下制程时 除台积电外 有望成为比程碑式的技术突破 从效能层面推动摩尔定律延续 与运算领域创新 值得关注的是 当晶片行业仍在3奈米 等现有制程上缓步推进时 台积电已前瞻布局未来数年的制程技术 这正是其维持行业主导地位的核心策略 结合最新披露细节 A14对台积电的战略意义相当重大 例如技术升级亮点 速度继续提升 能效比大幅跃升 晶片的电晶体架构 全面革新 台积电表示 与2奈米 制程相比 A14工艺在相同功耗下 可实现15%的速度提升 等效能效比提升达30% 该制程将采用第二代 GAAFET奈米片电晶体 与全新NinoFlex Pro标准单元架构 相较N2制程密度 提升20% 多项核心指标的同步优化 印证A14将成为 推动效能升级的关键制程 对于在消费电子领域的 潜在影响与量产规划 苹果 辉达 AMD等客户 已计划采用A14工艺 其对终端产品的技术赋能 值得期待 台积电预计 A14将于2028年投入量产 这一时间表 进一步巩固了 其在先进制程领域的 领先优势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 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 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赞 订阅 打赞 订阅